字幕提供 青虎光店已超載 在地青年戶家鄉 青虎光店 青年聯盟主要是 由17位來自不同背景的 在地返鄉青年共同組成 那我們成員裡面其實有一些 是返鄉的養殖青年 有二代跟三代 那也有一些是到七谷這邊創業 從事地方創生的青年 那也有一些在七谷生根 在地社區發展蹲點 將近十年的青年 然後像是做觀光發展啊 然後做水電工程跟教育工作的青年 都有 那我們回到七谷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非常熱愛故鄉的漁村的風光 然後還有就是七谷 其實過往一直跟生態 其實是共生共存的一個厲害產業模式 那我們今天出來其實有一個 非常重大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光電在七谷其實現在已經有 大幅的新建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會擔憂未來二十年 這整個期間七谷跟光電 要共生共存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未來 那我們也必須強調我們今天 站出來並不是要來反對光電的 這個開發政策 因為光電對於在地的坑局來說 確實有一些注意的部分 但現在整個比較躁進 然後跟就是說大幅新建的過程當中 確實對於地方來說已經造成一些擾動 這樣子 自從2017年開始 七谷其實已經有陸續的光電進行一些發展 那舉凡岩地光電 農地光電 對然後最近正在比較多新建 其實是雨電共生 跟小面積的地方變更暗場 對那其實現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近兩三年 七谷面臨到一個是大幅的地景 其實是快速的整個變化 那地景我們就是 光電作為一個高度 土地負荷利用的一個發電型態 它其實會有影響到土地這個部分 上面其實會有不同功能的人的利用 所以除了面積以外 我們必須要關注到就是說 光電板在這個之下 其實它下面是有產業的 它下面是有文化的 那它下面可能是有人的生活 人的記憶這件事情 那在整個發展過程當中 確實可能比較少 談論到這些面向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需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目前這個是台南市經發局 在今年大概四月的一個資料 就目前光七谷一個區域 我們的光電的備安面積 大概就是有 一千一百五十公頃左右 其實現在占全區的土地面積大概十分之一 那就我們目前在現地掌握得到的資料 就是說 包含現在已經確定備安的 現在正在整合過程當中的 就是面積大概總和大概可能會有兩千五百公頃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呢 就是台南市政府 他們會把 就是目前整個台南的光電建置面積 當成我們台南的一個政績 那確實它在整個發電過程當中 台南確實是有一個對台灣的運轉型 其實是有一個顯著的幫助效果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 目前這是台電的那個資料 就是說在今年七月的全台光電 累積裝飾容量限制排名 其實台南是累積全台第一的狀況 那如果 所以就是它其實可以 但是比起第二名的彰化室其實也是高出了不少 我們大概光台南其實現在就有1.6GHz的發電裝飾容量 對 那如果我們看到旗鼓來看的話呢 旗鼓目前這也是韓南自己的資料齁 旗鼓現在的整個光電的裝飾容量 就已經有大概將近1GHz 就是現在大概有750MW的狀況 那加上現在目前我們從網路資料調查出來的幾個大型的新建案廠 包含雨電工程跟野地光電的 總和如果接下來這幾個陸續並往的話 過來總和其實會已經有大概1.1GHz左右 所以目前中央政府訂出來的 2025年光電的建置目標其實是20GHz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光一個行政區來看的話呢 我們就佔了大概20GHz的20分之一 所以其實是我們現在其實有非常高比例的一個光電建置面積 其實是站在同一個行政區裡面 光電板的建築它直接插在我們的聚落旁邊 整個除了景觀劇烈的變化之外 其實他們設光電板的地方 也都是鳥類觅食的生態比桿區 包括是黑麵皮鹿啦 許多玉橫科的鳥類 我們的養殖產業支撐了我們的經濟 所以說我們的我居住的三股 是一個在西股裡面相對比較熱鬧的聚落 那一個家族裡面有一兩個叔叔或者是阿伯 他們在從事這個養殖業 或者是他們是定居在這邊的話 至少我們這個家族他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就會願意回來團聚去祭祖 甚至進一步的去參與我們的廟會 宗教的聖事 我們在每次的聚會當中 就可以進行一個文化的傳承 就像每次我和那些從外地回來參與廟會的舅舅們去聚會 他會告訴我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故事 去進行一個傳承 我希望光電的開發它必須要有總量管制 也必須要有文化面向的評估 然後提出產業輔導的配套方案 確保今年能夠有回來的意願 因為我們在六年前只是受到西股這些環境的吸引 然後到七股來進行創業 那其實七股非常擁有得天突破的環境資源 他不抽地下水 然後沒有天下線 然後運用自然趕潮的方式去飲水 用低密度的養殖方式是很生態友善的 那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每年冬天都會吸引大量的黑面皮路來台南渡動 那很大的棋地就是在七股 那所以這樣子的環境也非常符合國際 我們在談現在所謂的離海 或者是永續的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的模式 那所以我們當初會想到來到七股收到這樣的方式吸引 但在這幾年光電的開發下來 其實我們看到面臨幾個問題 像目前光電發展是沒有明確的一個規範 那所以業者就是到處去尋租的餘溫 然後去圈底 那這樣子也會造成這幾年看下來 其實光電在餘溫裡面到處去就是建置 然後讓我們的餘溫的這些氣地破碎化 而且又減少 那我們希望是政府應該要有區域性的整體規範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在在地所的地方創生 以及我們青年的參與權 那因為這幾年我們其實 除了我們之外 在地很多的青年也會返鄉養育 或者是外地青年受到七股的吸引 然後來流鄉然後甚至創業 但是我們觀察下來這短短三年來 七股有十分之一的土地是被光電所覆蓋的 許多的青年是我們因為沒有土地 所以我們沒有發言 或是甚至沒有決定自己家鄉的權利 那我們希望政府也應該要納入青年或是地方團隊 或者是農漁民的這些參與的機制在這些考量裡面 那第三個部分是我們看到在地的地景地貌 因為我們現在發展了許多的生態旅遊 或是農教育樹聚落社區小旅行 其實在七股這幾年下來都慢慢復復的發展 那我們覺得光電的開發應該要考量地景的一個景觀的維護 那我們認為應該要明確的一些緩衝的距離 綠化的程度或是案例的一些建議 然後列入台南市政府的自治條例當中 那這樣子才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設置規劃的一個標準 那後續也要有一些維護的管理的一些考核的配套的機制 那第四個最重要的是公正轉型 那我們發現這幾年觀察下來其實政府談到魚店工生是以養殖為本 但是我們自己實際跟漁民接觸發現這些層租漁民他們沒有發生的空間 而且在這個制度下面是一個很落實的一群 那他們的資訊非常的不對等 那在七股這些大量的漁民因為光電衝擊 其實產生了一些衝擊工作權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政府雖然含著以養殖為本綠店夾子的熱口號 但其實實際上現在面臨的是這些養殖產業的負面衝擊 那在七股經營一個料理空間 是希望透過料理讓更多人來認識台灣在地的養殖文化 然後在一次次的合作和行動之中透過空間 讓共好的文化在七股逐漸累積 那我們居在這裡也想問光電在七股能不能帶來共融共好的未來 沒有上線的面積開發造成承租漁民被迫離於 在國際飼料成本高漲的時代不斷提升的漁價 讓使用在地漁產品的門檻越來越高 在我餐廳中使用的漁貨都是來自配合台 將國家公願友善奇異地的優秀夥伴 為了讓養殖和環境可以共好投入了各種努力 也與各方的鳥類觀察團體可以建立起那個信任的通報樂線 如今卻因為光電的開發 遇上承租的困難還有各種不確定性的因素 導致面臨漁獲欠收甚至血本無歸的恐懼 社區裡提供給旅客前來居住的民宿周遭 也都將蓋起一片片的光電暗場 那些曾經是愜意的漁村休閒的生活將不復存在 無論是地景的改變或是生活的疑慮 都成為在七股要推動觀光的絆腳石 目前其實是網路上還在陸續的做連署 那也希望就是說透過我們的行動 然後讓更多的了解到七股現在發展光電的狀況 因為對於我們七股青年來說 地方要發展光電不應該是一個要與不要的二元的選擇體 它其實應該是要有更多元的多層次討論的一個深輪體 然後才能去了解到就是說 怎麼樣的光電發展才是最貼近七股的需求 然後能讓這個效益跟注意其實是可以讓不同的產業特性 其實是有辦法向前跟結合的